阿囉哈 大家好 我是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是我們1月15號的時候 看到我們右上角這邊的禮包出現之間 沒有錯 也就是大家想的那樣啦 今天就是我們的初音必中時間啦 哎呀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當然就是要來抽一下 我們這一次初音的必中啦 因為這一次有我們這個初音未來 跟我們這個初音未來的東京跟大阪喔 那上次我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他們的一些能力了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的話呢 初音的這邊的那個能力啊 我覺得還算是蠻可看的喔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魂聖一擊的角色 跟可以就是讓波動傷害無效的一個關卡喔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用他來去打一些 就是那個有波動效果 比如說紅色五尾熊的關卡 或是我們五尾熊的關卡 或是一些波動比較恐怖的一些那個關卡喔 或是有狗炮的地方的話 也可以帶上我們這個初音出場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喔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來湊一下我們的初音喔 那目前旁邊這邊的話是我們的這個龍皇的卡池啦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我們這個龍皇卡池也是非常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抽一下齁 這邊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目前來說只剩下兩天了喔 所以大家就可以來抽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抽 欸不是 我按太快了白痴 我按太快了 哈哈哈哈 因為大家要原諒我 我今天去演講回來 我整個腦袋沒有那個什麼啊 沒有沒有轉過來 我想說剛剛我要抽初音的 結果我就不小心按到那個龍阻 我的天啊 沒關係反正我們鑽石很多 不是我們的這個罐罐很多喔 真的不用擔心 我們就直接先抽一波 然後這邊還不錯 第二隻直接中了超級稀有的角色 所以代表我們這邊的話呢 運氣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喔 哈哈哈哈 按到龍阻了 因為我記得我龍阻已經全部都抽到了啦 所以我沒有特別想要的龍阻系列 這邊的話就讓他快速過去吧好不好 角龍 某某貓 搖滾貓 八條貓 陰陽師貓貓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哈哈哈哈 可是這就是無心流嗎 哈哈哈哈 直接抽到了這個天空城巴比貓塔欸 哇這一次也太多了吧 我們這一次就抽到了 一隻超級稀有兩隻 一二三四隻超級稀有 然後有一隻是傳奇的耶 那我們今天還要抽初音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可怕 好沒關係我們先領出來 待會來先抽一抽初音師手機好了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抽到那個 大阪跟我們的東京的話 那就算了沒關係 我們就這幾天再慢慢來抽一下 因為今天我覺得運氣好像有點爆棚欸 你們怎麼看 重點是有那隻啊 有那個 有這隻啊 不是啊 有這隻欸 這隻是我們的傳說稀有角色欸 天空城巴比貓塔 莫名其妙 直接被我抽到了 我剛按太快了好不好 我覺得 這樣就代表我們今天真的是很好運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在 趁勝追擊抽一隻初音來看一下 如果這邊再直接中了一隻我們東京或是我們大阪的話 那就直接爽歪歪好不好 真的是爽歪歪 然後第一隻是美魔貓 笑死我了 再來第二隻是小偷貓 欸剛剛那樣真的是很厲害耶 四隻超級稀有耶 我直接抽歪然後還 還直接中那麼多東西 第三隻是我們超能力貓貓 再來第四隻 欸 初音先登場啦 這邊 感覺最近的運氣好像真的很不錯耶 我最近抽那個 未來戰也是抽的很不錯 然後抽我們就是那個 忍者必須死也抽的好像還不錯 蠻爽的蠻爽的喔 再來 放浪兄弟貓貓 沒有問題 再來下一隻 又是放浪兄弟貓貓 沒有問題 看一下最後一隻喔 希望是可以抽到東京或是大阪啊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到時候再買禮包 然後直接趁勝追擊喔 抽到有為止好不好 不用不用在那邊跟他 不用在那邊怕好不好 直接抽到有為止就對了 貓咪探測器 再來下一隻 是我們的麥卡蒂 這邊是我們的這個 神槍手貓貓 再來下一隻 蛤 欸我今天這隻運氣爆棚耶 太爽了吧 完全沒問題耶 哇 但是我覺得今天 今天我怕了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先到這邊就ok 我再抽下去 會很恐怖耶 目前來說好不好 今天路障 直接路障了一隻初音希希 再路障了一隻我們的大阪 然後還有我們的四隻龍 然後重點是我們還有一隻 最恐怖的龍 今天這運氣大爆棚很ok 好不好 該停了該停了 我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真傳奇的那隻好不好 這隻我覺得 蠻有意思的 我們先來抽一下 我們先來把他升級起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他的那個 威力喔 有真傳奇關卡 不是真傳奇不是不是 不是傳傳奇啊 他是傳說西遊角色啦 有傳說西遊角色的話 我們就讓他登場讓大家亮相一下喔 今天真的是 演講完整個那個 口齒不清啊 好 那這次的話是我們這個 魔城龍八筆貓塔 將次元空間與天空城一體化的傳說龍族 釋放出壓倒性的破壞力的超壓縮能量 對上紅色與漂不敵人超耐打喔 所以他是耐打性的角色 那進化之後的話也是喔 所以他應該是三維有所提升而已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能力 他是不會被動作所停止的喔 然後 這邊還有那個死動作變慢的一個效果 這邊可以看 然後他是範圍攻擊的好不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超級耐打 是紅色跟漂不敵人的超級耐打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讓他上場一下 看一下他的威力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看一下強襲電子歌姬讓大家看一下他的威力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 強襲電子歌姬會吃版權 不然我們就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好了 有什麼東西是紅色關卡比較麻煩的呢 好像也沒有耶 看一下有沒有紅色關卡比較麻煩的 對紅色敵人耐打嘛對不對 這幾關好像都不是很好 挑一下 鳴警的煉鐵場 怎麼最近這些關卡又長得這麼不鳥樣 有點困難的感覺 本櫃金礦呢 也沒有耶 都沒有特別的那種就是 漂浮或是紅色敵人的那種大關卡 比較可惜一點點 來看一下這個 這關感覺 這關吧 紅色敵人跟黑色噴噴就這關了 來看一下我們那隻傳說稀有的那個 好不好 傳說稀有的這個 魔龍 魔成龍巴比貓塔 我自己個人是 覺得感覺還蠻帥的喔 可以來 我們來嘗試看看 然後我們來幫他換一些 比較厲害的角色出來 讓他 讓他們被緩速一下吧 畢竟有那個 紅色山豬我覺得 不然我就不要 不要給他太痛苦好了 我們就讓 紅色山豬不要有那個就是暫停的效果 我們就用其他隻來 代替一下 然後把這個 貓 巴比貓塔 給他出出來看一下 威力如何 校長大人即將叛逆 我覺得這關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貓塔喔 來看一下 我其實也是蠻緊張的 因為我除了 妹子角色有研究以外 我其他根本就 毫不在乎 誰管他這個貓塔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會 會是多強悍的一隻角色 搞不好龍族的這個 傳說稀有角色也是很強啊 對不對 我們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們 我們不能這樣看衰人家 好像有點 打太快了喔 哇 他直接把我全部消掉欸 這隻也太扯了吧 幻影拳擊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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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會直接爆開吧 我剛剛還想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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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點微有點微 有點微有點微 哇 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先把這個 幻影 暗影拳擊手先殺他死拜託 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哇 那黑色敵人也是 不能小看欸 這畢竟是真傳奇關卡啊各位 不要不要在那邊輕敵 這怎麼打這麼久還沒死啊 欸等一下 你們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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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別你們別 太多 好好好 OK喔 拍輸一下 但這隻有點貴欸 6750 超帥欸 破壞死光 欸這隻 好像很厲害 他剛剛一炸就直接把那個 把我們那個黑色的幻影拳手給炸掉了 他是一個真的是一個貓咪的龍城的感覺欸 但他的攻擊速度偏慢了好不好 偏慢 沒關係我們加個那個 白無垢給他 然後讓他能夠緩住那個 紅色山豬之後 讓他看一下他對紅色敵人的威力喔 欸正傳奇角 不是 那個傳說系的角色真的是 都很帥氣我的天啊 不是我在講 真的都很帥 來了來了來了 這麼多噴噴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龍城喔 龍城加油 你對戰紅色敵人耐打 如果可以打出好成績 哇感覺好像紅布死他們欸 但是他這個 被傳送到後面去了 他那個裂坡好像有點猛 又被傳到後面去了 尷尬尷尬了喔 別再喘了 我們這邊要裂坡傷害 這個會持續很久一段時間欸 那個大裂坡 但你看我們這邊的話感覺 靠這隻龍城好像 紅色山豬基本上 懂不太死我們的樣子啊 加油 龍城 有有有有 但是那隻紅色山豬還在 欸他的攻擊 喔不行我覺得我覺得會爆欸 這邊好像不能開玩笑 要出其他隻了 因為他畢竟是一隻坦克嘛對不對 對紅色敵人的坦克 又被傳走啦 青蛙不要一直鬧好不好 青蛙一直在鬧事欸 完了完了 這關比較麻煩就是青蛙會一直疊起來 就會很尷尬吧我覺得 哈哈哈哈 一直傳一直傳欸 你看我們這邊就是 白屋狗跟那個 我們那個誰不會被傳的所以就還好 我們這關沒有帶上那個 專門打那個異星的好像沒辦法 這隻真的很坦欸 你看他從頭被傳到尾都還沒死 欸紅色山豬是不是掛了 紅色山豬掛了但是我們也掛了 哈哈哈 哎呦這關 這關可能當初 要看一下我們當初帶誰喔 我們當初是 帶這一套隊伍 哎呦那個美女神啦 所以我們這邊也加一隻美女神好了 有加美女神的話應該就輕輕鬆鬆的 你看我們那隻 那隻貓咪層 到最後都還沒有死掉欸 一直被傳到後面去 然後紅色山豬都死了 他還沒死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有機會的喔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很有機會的好不好 而且坦度真的是很夠欸 所以到時候遇到那個漂浮敵人 跟紅色敵人的話應該是 可以找他來當一波那個 坦克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哇哇哇哇 加油加油加油 哈哈哈哈哈哈 待會就是那個換拳擊手 會比較支撐一點點 先把他們打死 然後 這條把你出來 來來來來來來 然後 你想一下喔 你想一下喔 把握夠先出好了 這關我已經打過了 但是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個貓咪巴比倫塔的威力 完全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先把這些都出一出 疊多一點喔 就必勝了 來來來 全部給他打起來 嘿嘿嘿 再出一次剛剛那個貓塔 但這真的很帥耶 意外耶 今天是意外的獎勵耶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 我不知道剛剛在幹嘛 亂按亂按然後按錯 沒關係 反正我們鑽石很多不怕 好不好 這邊我們勢必一定要把那個 東京跟大阪抽出來 今天已經把大阪抽出來 接下來就是要拚那個東京喔 我的日版賬號好像也是有東京 但是沒有大阪喔 不是有大阪沒有東京喔 所以這個東京感覺有點難抽 大獎啦 因為刀劍好像是能夠 抗坡洞傷害的喔 畢竟還是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他這個獵坡真的是很大的耶 不知道會不會像我們一般那種獵坡 就是能夠持續傷害在那邊 這我就不太知道了 來來來來來來 我剛剛已經看到他是一隻很稱職的坦克了 但是他被青蛙一直瘋往外傳 但是我這邊有美女神的話應該就還好 好來來來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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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亂傳我們了 好不好 美女神go go 你可以的 把青蛙射爆 就叫我們的龍城在那邊就ok了 龍城繼續坦 把青蛙射爆 龍城繼續坦就可以了 然後讓我們其他做輸出 你看我們這個龍城真的是在這邊 happy happy耶 你看這個山豬一直在動我們龍城 但是我們龍城基本上沒有退後耶 基本上都是他退後的原因都是被那個青蛙直接傳走 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 這邊超棒的 這不愧是紅色敵人大坦克喔 躺在這邊就沒有問題了耶 以前我們打這種關卡都是要帶上那個 就是淘汰狼那種要暫停的啊 因為這邊直接靠龍城就可以了 你看我們紅色山豬還爆開了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一次的話真的是 是完全沒問題耶 我們只要有一些打手能夠打後面的青蛙 然後這邊全部交給那個龍城來坦就ok了 而且龍城這邊最厲害的就是 他也是對那個漂浮敵人有一個那個坦克的 所以這邊的話 打噴噴老師應該也是蠻適合他的 哎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爆開了 聞到不對的味道了哦各位 聞到不對的味道了哦 沒有一聲 是不是又要出事了哦沒事沒事沒事 看他終於KB了一下了耶 但是我們這邊紅色的噴噴老師已經掛了 龍城好像真的很坦耶我的天啊 其實他也是真傳奇 傳說稀有的大獎之一啊 我今天怎麼一直在講真傳奇啊 好猛喔 這次感覺之後應該可以就是 讓他到各種關卡去看一下 能不能當一個各種關卡的坦克 感覺都是很坦著的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像其他那個真傳 不是傳說稀有角色一樣就是軟皮軟皮 他真的是跟城堡一樣硬啊好不好 今天意外的禮物耶 真的是意外的禮物沒關係 這個抽歪我也我也甘願啦好不好 居然抽歪還意外的把大獎帶回家 太爽了吧 太爽了太爽了 但是而且我們今天也是沒有算是很虧耶 因為我們是抽了這隻 然後後來我們又去抽到那個 大阪了好不好 所以應該是很ok 最近運氣還行還行啊 好那大家這一次有沒有抽我們的初音的轉蛋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分享給哲平 知道你們抽到哪一隻角色 那目前來說的話 明天啦或是我們後天的話 我們應該就要來把我們的罐頭全部給他 砸下去看一下 能不能把我們的初音的東京給他抽回家 那先祝福大家好不好 稍少抽稍少動都可以抽到自己喜歡的貓咪了好不好 那我是喜歡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字幕志愿者 筷子 另外一定是個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